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熟悉的大街小巷还是那个味道 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 环山包围的城市下 有着热情爽朗的贵州人 酸酒是这里的风味特色 折尔根酸奶 酸汤 啤酒等黑暗料理 成就了特有的前味 跟着背移的脚步领略城市的人文 跟着一言的步伐体验田园的风光 不管是城市还是田园 都是爱和自由的聚焦 有趣的灵魂的寄托 当然对于周深来说 这座城市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这里的一切 还是原来的那个味道 而陌生的是能够畅谈交心的 不过三五好友 叫上老友伸入巷子 体会地道的贵士风味 才发现周深不过一个滔滔不绝的吃货 而这唯独对贵州美食才有的 成名之后的周深 显然让他的好友意识到 在外面不能像以前那样的随便 但是周深也担心自己会给他们造成压力 但是有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自己开心就够了 如今对于周深以及朋友们来说 互相理解才是维持最大的动力 来到母校熟悉的十家歌手的舞台 这是周深找回自信的地方 也是周深梦想开始的地方 看着学弟学妹青涩的面孔 他讲述自己的故事 当被学妹问到如何度过低谷期时 他说道刚出道的前三年是我的低谷期 没有作品 没有可以唱歌的地方 没有舞台 大家可以想象到的地方 诸如街边他都是去过的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会有低谷期的 至于如何度过来说 周深说道 完全是庸人自扰 这些问题都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 最后周深说道 低谷期不要害怕 每个人都会有的 跟自己和解最为重要 当被问及什么时候三寻之时 周深说道 疫情过后 一定会来贵州开的 做好自己 找到自己喜欢的事 一直去努力 这就是如今周深快乐做自己的秘诀 台下的学弟学妹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虽然周深说道 这不是鸡汤 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17岁的年纪 每一个人都会感同身受的 逛了母校 然后与探险者一起开启大山深处的溶洞之旅 不冷不热 安慰人心的寂静的溶洞里 周深忍不住高歌一曲 因为这里的混响太有感觉了 一首传奇 与大自然的交融 成就了独特的溶洞的天籁 每100年生长2到3厘米的石笋 这是大自然鬼斧神功的地方 也让时间在溶洞里加速了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溶洞所历经的沧海桑田 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大自然的面前 人类是渺小的 但是从来没有停下探险的脚步 不管是平凡日子中闪光的农场主 一言 还是弟弟老师背影的传奇罗马之旅 每一个人都在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奇妙之城 而对于周深来说 来到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 依旧还是小时候最温暖最熟悉的样子 但是他又是矛盾的 不希望这一切都消逝 而是一直保留着原汁原味 但是更希望他变得越来越好 周深说道 人生恐怕也是这样吧 不舍过去又袭击未来 登上高山深入溶洞 谈论死亡 大海爱与自由 喝了无数的酒 触碰到许多有趣的灵魂 这便是这座城市的奇妙之处 在贵州的角角落落 那些有趣的灵魂告诉我们 不要等待 直接跳进酒里 直接跳进生活 你不需要太多 也可以活成你想成为的样子 从周深到背移 再到一言 每个人的背后都充满着艰辛与不意 但是却从未停下脚步 继续前进 最终终将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并非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